大陆房市被复笔式杂志选为是全球七大经济泡沫之一 不过却一点都不影响投资者买房的决心 除了北京和上海的房市是继续非常的热卖之外 大陆最南端的海边城市三亚 现在变成了最新炙手可热的炒房地点 在海南三亚的高速公路上 沿路都是建案的大型广告刊板 每一个都强调是海景小区 像这个位于三亚海边190平方米的房子 所价高达800万人民币 但依然被抢购一空 开发商说买房的人有九成是外地人 像法国的南部海岸包括像美国的迈阿密 那么滨海的房价一定会超出核心城市的房价 比如说法国南部海岸的房价超过巴黎市区两倍 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三亚的房价跟北京上海比 它是有一定差距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滨海地产的这个目前的一个价值所在 开发商很乐观 认为凭着三亚600公里长的海岸线 这里的房子一定还有上涨空间 独特的天然资源成为最佳卖点 但是住房建设能利用旅游地产的资源来提高住房建设的使用驾驶和买卖价 一个小小的海滨城市挤满了超过500家开发商 去年投资在房市开发的金额高达79.3亿人民币 但是专家提醒要小心保育和开发之间的平衡 以免这个美丽的南方小岛负上环境的惨痛代价 中文新闻高宜林综合报道